准备 早餐 这个厕板不好 还是做的那种厕板好酩 这个鱼还活着吗 做饭吃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邱子 有没有朋友猜到我准备做什么菜呢 我们今天准备做一个粉丝娃娃菜 具体步骤就看我的视频嘛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把这娃娃菜洗干净 然后过水焯一下 用热水把这个粉丝冒入 水开了 把洗好的娃娃菜放到开水里面把它烫揉 在这里加一点油在水里面 好了把它烫揉了就可以捞起来了 不要烫太过了 太过了这个叶子就拉掉了 我们现在调肉馅了 用上我的鸭嘴大铁刀 很像个鸭嘴巴 然后把肉末 拿起来 加入盐 加生分可以保持肉的那个嫩性 而且是增加粘度 等一下我操作 然后是生抽 加入一点青蛙油 然后把它们搅拌均匀 现在可以开始制作这个娃娃菜了 我们取一片娃娃菜 然后把这个粉丝加肉末 放在这个娃娃菜的根部 然后把它卷起来 然后把它加上一片 手上一片 余菜 然后放一些枸杞 现在上锅蒸 蒸15分钟就差不多了 等一下我们要做一点蘸汁 浇在娃娃菜上面 这个是生粉 用生粉调一些水 我们现在炒蘸料 先往锅里面放一点油 然后把大蒜汁炸起 稍微一点点生酸 好了 这个粉丝娃娃菜也蒸好了 先把它弄出来 最后一步 把这个刚才炒好的这个芡汁 把这个芡汁炸上面 闪上一点葱花 好了 非常美味 非常简单的粉丝娃娃菜做好了 好烫 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继续关注我们 下次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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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